柯文哲說打這個接種戰 很多醫護都在抱怨 有嗎 你有聽到哪些醫護在抱怨 還有台北市政府也指控你們 指揮中心 都把疫情會這個大流行的資訊 給暗扛起來 你們到底暗扛了什麼嗎 好 我想就是說 在醫護的部分這一點 是我今天就是最想要說明的 也就是說 常常我們做一個政策 他就有人會批評說 這個把醫護拖累了 或者是說累死三軍 我想我們這個三軍 我們這個醫護 平常我們就要好好的對待他們 對於他們這個權益的維護 他們的安全的考量 這些平常都要做好 更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要給我們的醫護正確的觀念 像國家在現在這樣子大的疫情之下 醫護就是我們的主要的戰力 那我們除了很辛苦以外 我們也要承擔 這些責任 這是我們很光榮的一個使命 我想我所遇到的醫護 幾乎所有的醫護都很願意去做這些事 在適當的安排之下 我們妥善的照護之下 大家都願意出來出力 我想我多講一點點 也就是說我到了現場 其實我看到很多 比如說我在這個自由廣場這邊的現場 我看到很多同事都是資深的人員 包括有很多是這個某個領域的專家 理事長他親自換裝下去服務 我到了高雄之後的這個這個場地 我看到這個長庚醫院的這個王直希 王院長也在那裡換裝下去幫忙 他是肝臟移植的國際權威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有這個使命感 願意出一點力氣 在這個國家最重要的這個戰役之下 所以沒有所謂的說大家都在抱怨 當然我們好好的用排班把它輪子 不要讓個人太累 那我們的這個主管也要到前線 去了解狀況 遇到什麼狀況 我覺得這些才是這個真實的狀況 我想我也想替我們的這個勇敢的醫護 講講幾句話 那至於說暗砍這個我實在是 我實在是不大懂這個話是什麼意思 我們的資訊都公開嘛 那這麼兩年多以來 取得人民的信任 我們才能走到今天 那取得人民信任最重要的就是資訊 我實在是這個我回答不出來 抱歉 台北市議員汪志斌 在6月2號質詢的時候問說 行家有沒有包括衛福部的 衛福會執行長王必勝 客問者回答是王必勝是小咖 王必勝的學術並不是專家 請問一下你的專長是什麼 我想我的專長是在胸腔醫學 那在醫療的本物上 那麼還有就是在醫務管理 在這個醫務行政方面 這些是我的專長 那我最近的新綽號就是叫小咖 我回到家裡 我女兒都會說 嗨小咖回來了 我想其實 對我個人的一些評語 我想我都不是很在乎 那剛剛講過嘛 柯市長他是心快口快 那他不見得會有什麼惡意 這個我無所謂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朕知道了